那在生活中 你是把他当大哥呢 还是当领导 更多 他主要把我当对手 这是我的大哥 这是我的大哥 但是他作为领导 也是一个好领导 邵峰这个人 他第一 我觉得他 把这个朋友的事 会当自己的事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觉得他把塑造作品 当塑造自己的人生 我觉得这一点 他做的也非常好 还有一个 就是邵峰的第三个特点 我觉得他跟自己较劲 也跟自己的合作者 和那个剧本较劲 他是个较劲的人物 他跟您较过劲吗 较劲 较到 较了一辈子劲 我们俩较了一辈子劲 真是较劲 可以说就是为了一个作品 有时候吵的 我在那个舞台下边的观众席里 他站到舞台上 就指着鼻子 就差带丧字了 那是凶神恶煞 就吵了俩人吵着 吵着吵着 有一次 他夫人过来了 他夫人以为我们俩打起来了 他夫人那个人特别好 就那个声音 喊那个声音都有点 那个音都有点破了 说商风 说你干什么呢你 你干什么给大哥这样 他以为我们俩吵起来了 他当天晚上跟我说 我回去还倒反倒 去安慰这个邵峰的媳妇 我说弟妹 我们俩不是吵 你放心 我们俩越吵越好 一会儿在你家吃饭点 你不知道菜准备好 然后又开始吵 对 当天晚上说 邵峰你必须打电话 给大哥道歉 必须道歉 我说不是 我说你是什么 我说的 你别人 你什么评论 你别人 我六个人 你终于 你说 你知道 不是 我说是 你 他 我说 静 譬如 你 你的 我说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向往的一个最高的艺术的舞台 对啊 确实是 人才济济 老师那么多 对 长成啥样咱不知道吗 对对对 王国老师 在你的印象中 如果让您用 因为您是作家 您大剧作家 请问如果让您用几个词 准确地形容一下 你这小兄弟邵峰 你会用哪几个词 我觉得第一是 就别光说优点还有缺点 我都说 他缺点太多了 我就刚才看 他们都在说 邵峰 他如何优秀 其实邵峰有很多不优秀的地方 对 你首先说作为一个演员 他的形象就不优秀 说太对了 大伙非得说他优秀 我完全同意 对 王团长的观点 虽然你比韦念老师 稍微好一点 我 王团长 我还没有当兵呢 你现在 我还没当兵呢 他还没找对象呢 对 我还没找对象呢 那我就错了 其实你属于西领的 你属于西领的 这跟刚才的话差不多 好 第一个缺点 形象不过关 对 这个第二 我觉得 这个作为一个山东人 来自于 宠萌之乡 他邵峰的心里边 有两个字 仁义 这也是今天 这么多朋友 别管在天涯海角 都会赶来到这儿 为邵峰战场的 一个主要的原因 所以今天 我不知道你今天开心吗 我今天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 今天来到你看谁来了 其实我得到一个启示 我也希望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以及现场观众朋友们 回去梳理一下 梳理一下 你身边的哪些人 对你曾经好过 真的不能忘 不能忘 咱们不用去想 我对谁好过 一定不要忘记 别人对咱们的好 对 你看谁来了 我们请到了 我们的大来宾是 中演员邵峰先生 还有他的这么多好朋友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他 还有我们王团长的作品 我觉得作为一个编剧 真的很不容易 他们写了那么多作品 也许大家看到他 不认识他 但是你们要知道 那些舞台上的好作品 都是他们写出来的 所以说希望我们 永远记住这些好的编剧 对 谢谢 谢谢肖峰老师 谢谢王团长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